近日,互联网上流传着这么一条消息 内容大概是马斯克审计军工行业 发现F119发动机的推重比只有7 远低于宣传中的10 这种说法在互联网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 也出现了很多新段子 不过在这里我得跟大家说 F119推重比7并不是一则新闻 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或炒作的 这实际上与统计口径有关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也借机深入跟各位观众讨论一下推重比这个概念 什么是推重比? 简单来说就是发动机的推力比重力 长期以来越新锐的发动机 往往会有更大的质量流量 有更高的涡轮前温度 自然就有更大的推力 同时还有更先进的结构 更少的急速 更先进的材料 这也使得发动机的重量更低 因此推重比作为一个 简单直观反映发动机技术水平的无量钢素 已经被很多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行政层 宣传口和基层大众所理解接受 成为了发动机性能的代名词 哪怕是专业人士 也时常在面向大众的公开讲座中 把推重比当作一种画代标准来讨论 某种程度上讲推重比 与所谓的4S标准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实际上 推重比是一个很有说法的数据 首先就推重比的分母 也就是重量而言 其计算方式就非常复杂 因为航空发动机 不只是一台燃气涡轮机械这么简单 作为飞机的动力来源 航空发动机还涉及到多种复杂的机电系统 比如将发动机固定在飞机上的导轨 或安装节等固定装置 受飞行员操纵的控制系统 与油箱箱连接的燃油系统 为飞机作动系统提供动力的液压系统 和为飞机供电的发电系统等等 这些复杂的机械、电子零部件、线路与管路 有着不小的重量 在计算所谓推重比的重量时 如何考虑这些部件的归属问题 是件复杂的事情 同时由于计算推重比所用到的重量 相比名义重量、保证重量、交付重量和装机重量 等在设计生产使用过程中经常用到的数据 计算和界定更加麻烦 作为一个大部分时间用不到的非核心数据 其标准各国多少都有些混乱 这时有观众肯定会问 如果重量计算是人为规定的 那么我只要在计算的时候尽量少算 是不是推重比数据就更好看了 没错 现实世界还真是这么玩的 在计算推重比时 所采用的重量数据就有诸如 干重、净重与净干重等不同概念 比如俄罗斯使用干重 美国在不同的文件中 净重和干重都有使用 英国人则使用净干重 而且各国对这些名词表述与背后的标准也天差地别 苏联、俄罗斯在计算发动机干重时 会把包括尾喷管在内的许多组件都扣除掉 对飞机、发动机共用的附件传动机侠 也要按传动功率的比例来分摊 启动发电机完全不计入发动机重量 美国人的计算方式又不一样 他们会把燃油系统、滑油系统和配套散热器 全部排除在发动机净重之外 英国人把发动机的所有构件分为ABC3组 A组为发动机的基本部件 包括压气机、涡轮等 B组包含燃油泵、油滤等13种配件 C组包含防除冰系统等5种配件 在计算发动机净干重时 A组全算、B组只算安装在发动机上的部分 C组除了各种启动机都算 而我国对发动机重量的计算标准 则以功能性进行划分 把为飞机服务的部分计算在飞机重量中 为发动机服务的部分计算在发动机重量中 计算推动笔时使用发动机净重 同时根据航标7497-1997 我国在具体划分上也使用了类似英国人的ABC分组 这可能是受同一时代引进4倍发动机生产并共同组建契罗场有关 但具体内容又有所不同 结果就是 在不同的计算口径下 同一型发动机的推重笔有着多个不同数据 比如著名的三一副 其推重笔数据在武藏各自的视角下就完全不同 最低只有6.9 最高可达8.1 另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标准还会发生变化 比如这里我们展示的表格 来源于1994年发表的 《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推重笔概念和确定方法》 文中我国发动机推重笔是以静杆重量进行计算的 所谓静杆重量是指发动机去掉了管路中燃油、滑油与液压油的重量 到了1997年 我国颁布的国军标2103A-1997中 推动笔就被定义为了 以含有管路中燃油、滑油与液压油的总重力进行计算 但是又在稍晚些的航标7613-1998中 又要求使用静重进行计算 同时对静重的计算 根据航标7497-1997又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按功率分配共用传动装置的重量 尾喷管只计算收敛短等等 除此之外 不同的战机与发动机设计思路 也会影响推重笔的计算 比如我国、美国以及俄罗斯 虽然都将发动机附件机匣计入静重中 但由于发动机机匣集成设计的不同 各家对机匣部件如何进行划分也有不同的说法 像F15、F18、苏27等典型三代机 就将发动机的附件机匣一分为二 分为了飞机机匣与发动机机匣两部分 如F15在发动机之外 就还设置有AMAD 即机身安装附件机匣 或者叫次级动力系统 根据飞机设计的不同 这一部分可能还包括燃油泵 液压的助塞泵、发电机或者APO等部件 采用飞机机匣与发动机机匣分开的 分体机匣设计的好处 是减小了发动机舱的外轮廓包落 提升了空间利用率 数两期代原型机阶段 由西蒙诺夫总师主导 将AI-31F发动机机匣下改上 并拆分为两部分 这种改进极大减小了机身后体的长度和厚度 经过这样的改动 未被集成在发动机上的部分 自然就不会被算入发动机重量 从而变相提升了发动机的推动比 但我国自主设计生产的战机 均未采用这种设计 而是使用了动力系统一体化的方案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考虑到 我军飞机型号发展 快于动力系统发展的特点 异形飞机早期往往极度依赖于过度动力 型号全寿命周期 可能会经历发动机型号大改 因此需要给发动机舱流出足够的空间 便于未来换装新型发动机 同时这也避免了 因发动机机器配套附件系统的尺寸重量变化 进而导致整机需要进行 迁移发动全身的大改 比如专门为适配歼10战机开发的AL31FN 就采用了最初的下制机侠设计 并且多出了一套直流发电机 所以尽管AL31FN相比AL31F长度有所缩短 干重有所降低 但是外轮廓暴露线看起来反而更大 以上并不意味着一体化设计是落后的表现 因为随着技术进步 特别是电子控制与功率电传设备的应用 发动机的附件机侠体积 其实是越来越小的 这客观上使附件机侠集成到发动机上 成为了新的趋势 比如F35的F135发动机 就采用了类似的整体附件机侠设计 这位美军规划F35换装AETP发动机降低了难度 虽然该换发计划 现在已经因为经费操支等问题停摆罢了 毫无疑问 这种一体化设计思路会使发动机的推重比下降 虽然对于飞机整机推重比来说影响不大 但对于且在乎键盘值的逗兽爱好者来说 可就吃大亏了 再者 新一代战机对动力系统的新需求 也对推重比造成了很大影响 这是因为现代化发动机所需的发动机热管理技术 更大的能量供应等要求 都会使得其体积和重量不断增加 比如F35整机巨大的电力需求 就迫使F135相比其母本F119增加了一级低压涡轮 以获得更高的输出功率 同时 外航道的热交换器 后体涡轮后支架与火焰稳定器一体化的隐身设计 也大大增加了结构复杂性 这些新结构的加入 使得常规型F135的整机质量 来到了前无古人的2.9吨 垂直型F135PW600 在进入3BSD喷管和侧喷管等配套系统后 还会更重 要知道F110整机质量也就1.8吨左右 F404家族中最重的型号更是不超过1.1吨 在未来 显而易见的 不论是美国下一代整体三个航道的自信变循环 还是英国人插管式的全集成热管理系统 还是俄罗斯两根管子的第三航道 与他们配套的调节控制系统 推力矢量系统 又或者是为了实现更复杂功能的配套系统 都会使下一代发动机重量进一步大幅增加 而推力增长则相对有限 这也就意味着航空发动机推重比未来可能会出现下降趋势 讨论了重量问题 我们又该讨论推力这个问题 航空发动机推力公式很简单 就是动量守恒加上压岔所产生的励滋盒 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不论是发动机工作状态 飞机的飞行速度 高度 以及周围的大气环境 都无时无刻不再变化 所谓推力就不可能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数值 所以在这里的门道就更多了 虽然大家在宣传时默认都以高度为零 速度为零的海平面架台推力为准 但仍有一些公司或厂家 会进行一些相对极限的性能测试 比如在发动机调试时候做一些小提升 然后在测试时给予更多的燃油供应 以及提高一定的转速 或者在一些凉成吉日 比如温度较低或者一阵冷风吹过后进行测试 以取得的最好的数据拿来宣传 XF9就是这样 有些观众可能又想问了 这真的可行吗 还真可行 与很多人直觉不同的是 一台发动机的推力波动范围其实很大 根据其调试情况 甚至可达到额定推力的正负10%左右 但这种小手段也就能用在测试中 实际装机时 过小的推力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推力 不能满足飞机的飞行需求 而推力过大则可能会带来更加危险的情况 比如转速过高会加剧轴层与主轴的磨损 减少寿命 燃烧式温度过高可能导致结构退化 涡轮叶片提前失效 甚至是超温起火 所以在发动机出厂时 工程师们都会根据手册进行调试 在其设计指标的正负2%以内 当然提升供油量和提高发动机转速 以获得更大的推力也并非一无是处 苏联人就很喜欢利用燃气涡轮发动机的这一特性 设计一个应急推力模式 你可以将其粗略理解为显卡的超频 毕竟相对于发动机寿命的损失 还是先保住飞机整体和飞行员的命更重要 看到这很多观众可能会奇怪 既然推送笔的分母和分子都有很大操作空间 那这个指标岂不是没有多少参考价值 实际上除了发动机自身问题给推力带来的影响 我们还要考虑发动机实际工作时与飞机的适配问题 例如飞机进气道必然存在的总压损失与进气积变 无法保证发动机能像在架台上一样随意的自然吸气 所以发动机在装机后会有一定的推力损失 这个装机推力才是更接近我们老生常谈的 进发匹配问题与非发一体化设计过程中所使用的数据 而且实际的飞行过程中 又要考虑到大气环境和当前飞行高度与速度下的进气情况 毕竟如果发生进气道拥塞 那发动机的推力就直接归零了 由于实际装机推力 没有办法使用推力计等设备直接测量 所以发动机的推力曲线 一般是通过理论计算 并以实际飞行测得的部分数据 进行修正而间接得到的 例如在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出 随着飞行速度与高度的变化 发动机推力在0至150千牛的范围内 同样发生着变化 这也是为什么飞机的飞行包线需要试飞员通过大量的试飞来取得 而不是简单的在电脑上模拟即可 值得一提的是 第四代战斗机如F-35、G-20等 均采用了S-1进气道以保证其隐身性能 部分型号还在进气道内安装了吸波导流体 以进一步增强隐身性能 但是吸波导流体也会影响进气道的流量系数和总压恢复系数 进而导致发动机推力降低 另外 机载设备热管理问题也会影响发动机的推力 随着战斗机机载电子设备的增多 其产生的热量也越来越大 热量不能及时排散 就会对电子设备性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而且当飞机高速飞行时 机身与空气摩擦也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竟然影响到油箱燃油温度和电子设备的热载荷等 但是传统战机的开口散热设计 又会影响到整机的隐身性能 所以部分型号会选择在进气道内安装散热器 以帮助整机进行热管理 散热器的安装又会导致发动机进气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发动机推力的进一步下降 在现有航空燃油热值固定 涡轮前温度几乎到顶 传统结构热效率难以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 是继续生发现有结构燃气涡轮发动机发展潜力 以实现更多功能 还是另辟蹊径发展新型发动机 比如组合动力分布式电推等 都是一线研究员所要面对的问题 长远来看 推动笔这一概念可能会像4S标准一样 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 即便是非要拿推动笔说事 也要考虑各国的不同标准带来的差异 不能轻易斗售其 扯了这么多 相信各位观众都能大概明白 推动笔到底怎么个事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期视频的开头 也就是所谓马场工三省军工业的乐子来 首先要说明 所谓F119推动笔造假一事 其实和马斯克并没有多大关系 实际上各方论证所引用的文件 从上世纪90年代的到近些年的都有 但没有一份是马斯克爆出来的 其结果也不过是计算方式差异导致的 从YF119老数据的1360千克 到现在F119的1769千克 其实在各类文件里早有提及 YF119的重量数据 是检视房屋在上世纪末爆出来的 中外都有一部分资料沿用至今 比如截图中这本2006年出版 《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分析》 而随着近十年进一步的文件曝光 新的资料更倾向于F119的重量 在3900磅左右 那么为什么不同文件中的F119的重量差距会这么大 是美国人造假了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实际上这两个数据大概率都是真的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差距 关键在于我们上文所述的计算方法 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 至于其中具体原因 由于美国并没有公开各部件的详细数据 我们只能基于现有材料进行推测 首先是喷管结构的改变 在90年代末时 由于YF119上处于验证机阶段 也没有过多考虑隐身性能 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的问题 所以其二元始量喷管结构较为简单轻便 可实际装机后 F119的喷管做了与机身配合的隐身修行 同时耐热的陶磁层和冷却系统引入 使得F119的喷口相比其验证机厚重了许多 这必然导致发动机增重 其次 从验证机到定型装机的过程中 F119还需要进行结构加固 这是因为新一代航空发动机对于性能的三高需求 高压比 高涡轮前温度和高推重比 其实是互相矛盾的 一方面 高压比和高涡轮前温度 使得发动机的气动负荷 热负荷和转子的离心负荷大大增加 比如F100发动机相较于其前辈G57 离心负荷就增加了92%以上 而另一方面 高推重比需求又需要减少零件数 并减轻结构重量 两者矛盾时 肯定是优先选择保证其推力 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而对结构进行一定加强 这自然会导致重量有所增加 上述两点重量上的原因 与之前所述的推力计算上的宣传小技巧综合影响 才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推重比由10跌到7的结果 这种情况其实非常正常 只不过有人借马场工清算的名义 发出来博眼球而已 和之前双脉冲空空导弹一样 这些你那是假的 那我搞了个啥的段子 乍一听好像很爽 可实际上带有一定的 我们始终在跟跑 不会主动超越 主动创新的暗示 这本就是对我国一线科研人员 专业性和努力成果的不尊重 另外我国的军工一线从业者 和情报机构的信息收集能力 怎么可能还不如各路互联网大V呢 事实上 我国军工部门对强敌装备的技术水平 有着非常客观扎实的研判 例如空空导弹院 很早就在论文中 对AIM120的技术路线进行过完整梳理 指出其双脉冲技术没有得到实际应用 我国之所以要开发霹雳石舞 目的不是模仿对标强敌某些装备 而是领先见美先美国 换句话说 中国科学技术近些年来的高速发展 靠的是中国科研工作者的锐意进取 靠的是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 我们不屑也不需要靠美国所谓审计闹笑话来衬托